大家好,我去過華盛頓旅行 我搶著兩天一夜的旅行團 男士是1998年 總統當事是比爾克林的 他的旗子是希拉利克林的 那個時候我進入白宮是用洗手間 必須經過安全檢查 在進入之前,白宮中央位清空了我的口袋 我走過的紅四、五四的房間和國家餐廳 這些房間又大又高級 我希望我能生活在其中 在國家房間有白寺蓋的桌子 所以,white cover table 和希多裝飾的椅子和很多小像 有亞布拉喊英肯的巨幅畫像 掛在壁路上面的場上 所以,Abraham Lincoln's portrait 還有一絲紅玫瑰 在桌子中間 桌子上不四字有陰氣 所以,there are roses in the middle 所以,there are roses in the middle and there's silverware 在盧瑟的房間也有很多人像 大多士的房間是盧瑟的牆壁和地毯 所以,there's green walls and green carpet 紅四的房間是純紅四 從外面我只看到了四把一張桌子和一張沙發 都是紅四的 so,chairs,tables and the soap is all red 我先用完洗手間 我站在附近的一間回憶室外面 等我的吧 回憶室外面是正代 也有很多人 可惜我沒有看到總統 我記得晚上我們去了一個酒店房間過夜 在房間有兩張大廠 一攤單電視和紙帶的玻璃窗 你可以看到外面 我們四個人在一個房間 呼吸兩個人 分上一張床 如果我有機會去旅行 我要會回中國看我父母的船裝 我還沒有回去過 但聽說中國的夏天真熱 所以我可能自在公天回去 我希望看到在電視劇看到的中國長城和工廳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好 謝謝 大家